演藝圈的大姐大寬姐秋梨寬 母親在1號凌晨病逝 而享其老93歲 那麼寬姐忍痛 為媽媽處理後事 追思會上午今天開放 親友調驗 一早包括像是謝金燕 王力宏 陳振州和范維奇夫妻等人 都到場之意 謝金燕近日正在大陸 錄製浪捷舞 短暫回台也抽出時間 到現場向寬姐致意 而現場待了約6分鐘才離開 她因為報酬引起粉絲的擔心 謝金燕也簡短的回覆 我會撐住謝謝 她透露有向寬姐表示節哀 也透露心情非常難過 而已經許久未露面的 張小燕也親自現身 村里寬母親的追思會 來現場致意 邱黎寬在圈內遭遊廣闊 連演藝圈大姐大張小燕也親自前來 她染了一頭藍色短髮 並未帶助理和工作人員同行 而張小燕徐走未露面 離去時邱黎寬也親自護送她上車 面對記者詢問近況 她也親身回應 還好還好 接著轉換焦點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彰化縣河美鎮昨天晚上是發生了 罕見規模3.7的極潛城地震 那包括了這個彰化石鹿港還有園林呢 最大震度都有兩級 讓在地的民眾是紛紛的來討論 那還有人說是有聽到地鳴聲的感覺 也引發了關注 那這個地方過去其實都有發生一些零星的地震 它算是有時會發生 因為我們台灣屬於那個板塊的擠壓碰盪帶 所以只要是地質環境比較脆弱或破碎的地方 它就會藉由這個地震的方式來釋放這個引力 所以在過去其實可以看到規模方面 大部分的規模都在四以下 都沒有超過四 所以代表說這個地方其實它的整個破裂型態 就是那種比較小的破裂 然後一有達到它引力的限度 它就會錯動一下錯動一下那種方式 來進行一個能量釋放 那目前來看是還沒有一些異常的情景發生 那大家比較有疑慮說 這次的地震跟彰化斷層是不是有關係 或者說是不是有彰化斷層研發的 那因為從整個斷層或地質資料來看 所以上奧斷層它是屬於那個中情的這個斷層 要判定這次地震跟上奧斷層的觀點性 還需要未來更多的資料去做分析和探討 再來我們看到這位是在台中捷運砍人案當中 非常英勇的長髮哥 他在頒獎典禮上是引用了日本人氣動畫葬送的福利連 裡面有一句經典台詞 那這句台詞是說如果是勇者辛梅爾的話 一定會這麼做的 這段話也在日本引發了巨大的迴響 長髮哥日前現身領獎時特地穿上了日本電玩魔物獵人聯名款羽織 表示自己是個玉宅族 但是宅宅不是大家想的那麼壞 他在台上還引用近期人氣作品葬送的福利連中的經典台詞 如果是勇者辛梅爾的話一定會這麼做的 表示這句話向鼓勵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如果時間可以重來一次 他還是會做出相同的選擇 這段頒獎片段被網友翻譯成日文上傳網路 在日本引起了巨大迴響 不僅關鍵字辛梅爾在日本推特 趨勢以第一名的熱度霸榜 葬送的福利連官方賬號也連發文來推 被解讀為對長髮歌的引用作出回應 接著社會焦點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桃園有一名男子他在2019年時入獄拂肩 但是假設之後他卻發現妻子遭到包養 竟然是當著兒子的面拿關刀插入妻子的口中 後來又塞入銅錢導致妻子身黃 這名男子一審時是背叛無期徒刑 跟一審他是否認殺人 讓岳母氣得痛批說他是說謊的 應該要判他死刑 帶著手銬腳樓 緩步走向警車 桃園男子徐明儀在柚子面前 將關刀插入妻子的口中 還塞銅錢進去 導致妻子雄壯不治 昨日他竟辯稱是因為妻子吸毒 他才幫忙驅邪 這起殘忍的殺妻案發生在2021年7月 當時徐明儀剛出獄 發現21歲的妻子手機裡面有和別的男人的合照 徐賢追問之後才發現 原來自己在坐牢的時候 老婆接受別人的包養 徐賢一氣之下 不過柚子在場 竟出手捅了妻子 還拿了擺飾的關刀塞進妻子嘴中 又再放入銅錢 導致妻子全身多數受傷 送醫後不治身亡 先前一審法官認為 徐賢殺意堅決 且犯後態度不佳 依殺人罪判處無期徒刑 昨日高等法院跟一審準備停 徐賢辯稱 案發前與妻子有吸毒 加上妻子的神情怪異 她以為是中邪 所以才拿關刀銅錢 想幫妻子驅嫌 否認殺人 指認傷害致死罪 根據自由時報報導 徐賢還稱 當時一事不清 但岳母曾父指控 案發時窗簾全被拉上 房內也沒什麼血跡 可見徐秘儀已經清洗過 怎麼可能一事不清 而且至今徐賢都沒有道歉 賠償 因此曾母請求判死刑 接下來看到另外一起社會的案件 就是桃園是一名國嫂女老師 與班上的小六男學生產生了情訴 而久度利用機會來和這名男學生產生了發生關係 而最後更懷孕生子 一審遭桃園地院重判17年6個月 而女老師不服上訴 目前二審還在審理中 不過女老師就像ETtoday新聞雲喊冤表示 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而真正被性侵的是她 並秀出了與男學生的對話截圖 聲稱自己真的是遭男學生來陷害 女老師九度性侵 小六男童還懷孕生子 一身遭重判17年半 但女老師近日喊冤 她才是被性侵的那個 更秀出與男學生的對話 回顧案情桃園這名女老師 2020年間利用午休等時間 性侵頒上男學生九次 被檢方依加重強制性交罪提起公訴 男學生稱有兩次發生關係時 她內心相當恐懼 不願靠近老師 女老師先前一審被重判17年6個月 女老師不僅不服上訴二審 近日更像ETtoday新媒體獨家喊冤 表示性侵九次都是男學生捏造的 反而是自己被男學生性侵一次 且男學生指控的其中兩次 根本還沒開學 男學生甚至要求過她 不要說出發生關係一事 不然會有前科 還會被父母修理 結果事後男學生卻反過來 不停攻擊她 對話中可以看到女老師說 如果我對你狠一點 也許你不會這樣對我 男學生只回 呃對呀 女老師說 你真的知道我對你好 你不會這樣無情無意 男學生也回 關我什麼事 一名男學生的同學也向女老師表示 男學生現在看起來過得很快樂 女老師認為男學生完全不像是 控訴遭性侵後的可憐人設 更強調 如果當時遭男學生性侵之後 及時揭發對方惡行 現在根本不會被她陷害 不過詳細案情仍在檢方調查釐清 來問看看大家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是一個食物 小鑫你看得出來有什麼食物嗎 完全黑黑的 我看不出來什麼東西 看不出來是不是 來可能那個台南人會知道 它是虱目魚腸 欸我真的之前完全不知道 虱目魚腸欸 對它看起來很像就是 遠看起來滿像什麼蟲 被炸過還什麼之類的對不對 就捲捲的東西炸 然後全驅這樣 對 那其實這個相信很多人不知道 可能北部人就會比較不知道一點 不過大家都說這個其實是限量極品 如果你不早起的話 你根本想吃都還吃不到 因為你想吃還不一定吃得到的東西 對 那其實這個口感吃起來 有人說其實像那個脆腸一樣 然後說它這個越酥脆會越好吃 聽起來應該是有點酥酥脆脆 然後咬下去會有點那種烤烤感的感覺 現在中午這樣講 大家肚子很餓 對對對 那也蠻好奇說現在在看直播 大家有沒有人吃過這個虱目魚腸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說一下 這個口感吃起來到底怎麼樣 其實我們都非常的好奇 其實我也真的蠻好奇 其實我們大家應該都吃過虱目魚 但是虱目魚腸 對 不知道吃起來是跟什麼大腸一樣的口感嗎 還正碎的 對 還是什麼呢 很好奇 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的就是 苗栗縣師潭鄉民代表劉學美 他在十幾年前的時候購買泡藥酒的中藥材 而其中海馬 海龍 隔界疑似似塑膠製成的 引發了中藥工會的重視 而實際ZEPO來鑑定之後 結果大逆轉 全部都是真貨 曾任苗栗縣議會副議長的劉學美 十多年前在台中趕花了八千元 購買珍貴的海馬 海龍 隔界等十大全補 而中藥材浸泡補藥酒 6月3號出清酒瓶時 賀蘭發現這些海馬等藥材 還很有彈性 而且點火燒過 其中還疑似有塑膠的材料 讓他以為買到了塑膠做的假藥材 而消息傳出後 引發台中市中藥商議論紛紛 而中藥工會5號前往稽查 實際查看泡酒的藥材 當場剪開海龍 海馬等藥材 發現裡面有中空等特性 確認都是真的藥材 而專家就解釋 藥材長期浸泡後蛋白質分解 外皮鈣化造印 而且燃燒有異味 這些都是正常的現象 從外觀無法辨別真偽 必須切開檢視結構才能判定